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多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 当我们在探讨一个人的成败时 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努力,毅力,甚至运气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左右一个人成功与否的 往往是我们忽视的脾气 脾气,你可能会疑惑 这与成败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脾气其实是什么 脾气并不仅仅是当我们发火 发脾气的那一瞬间 它其实是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情绪反应 它反映出我们对于自我和环境的认知与应对方式 我们不妨透过几个例子来深入了解脾气 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 假设你是一个创业者 你的产品创新独特 市场潜力无穷 但你的脾气却总是让你的伙伴与员工感到压力 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公司可能会出现高人力流动率 长期的压力甚至可能导致团队士气低落 影响产品的开发速度与质量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学生 虽然你学业优秀 但你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 导致朋友们不敢与你接近 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你的学业再优秀 你的社交圈也会因此缩小 你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机会与人脉 这对于你未来的人生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所以脾气真的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而且往往因为我们忽略了它的重要性 让它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的短板 当然我们都知道要改变脾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这需要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努力 以及我们的时间 但我们也应该明白 每一步都值得 因为这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 更成功的自我 脾气就像一个隐形的指南针 指引着我们的成败 我们不应该忽视它 而是应该正视它 认识它 理解它 最后掌控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成就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梦想变为可能 现在你可能会问 我该如何改变我的脾气呢 首先你需要理解 改变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达成的 其次你需要学习观察自己的情绪 并认识到情绪的出发点 再来你需要练习情绪的调节 这可能包括冷静下来思考 坐深呼吸 或是和朋友分享你的感受 无论你在哪里 你的脾气都会是你的隐形灯塔 照亮你的前进之路 也影响你的目的地 所以真是你的脾气 让它成为你成功的秘密武器吧 脾气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轻易忽视的因素 其实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它左右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人际关系 甚至我们的未来 所以不要再小看你的脾气了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它 掌控它并将它变成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吧 就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决定成败的秘密武器 让脾气不再成为我们的阻碍 而是我们的助力 让我们一起迈向成功之路吧 如果你是对的 你没有必要发脾气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争执或争议时 最需要但又最容易忽视的忠告 想想看 当你坚信你是对的 然而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 你可能会感到挫折 生气 甚至会掉进与他们激烈争辩的陷阱中 你的脾气变得炙热 你的情绪开始失控 你的语气变得尖锐 你的言辞变得狠了 这时你可能觉得你在保护你的立场 或者你在为真理而战 但你知道吗 实际上你可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让你的真理变得模糊不清 当我们发脾气时 我们的理智往往会被情绪蒙蔽 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可能会变得激进 甚至有损我们的论点 相反 如果我们能保持冷静 我们的观点就会更有说服力 因为在平和的状态下 我们更有可能明晰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并理解对方的观点 而且透过保持冷静的态度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立场 并找出我们的共同点 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说服力 也有助于建立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进而促进更有效的沟通 毕竟谁会想跟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进行深入的对话呢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冷静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发脾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并且他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想法 即使这些想法与我们的观点不同 当我们发现自己即将发脾气时 我们可以尝试深呼吸 或是暂时离开这个情境 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冷静思考 我们也可以尝试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立场 去理解他们的观点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视野 并降低我们的情绪反应 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 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说服每一个人 接受我们的观点 有时候同意不同意可以是一种美德 它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到新的东西 并了解更多不同的观点 所以当你确信你是对的 你不需要发脾气 因为当你冷静时 你的观点将更有力量 你会有更多的能力去说服他人 也更有可能建立起更深的理解和尊重 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个争辩中 记住这句话 并常是用冷静的态度来应对 你会发现 这种做法将会带给你更多的成功与和谐 如果你是错的 你没资格去发脾气 这句话可能让你有点反感 甚至有些生气 但如果你暂时放下防卫心 耐心聆听 你会发现这个观点背后的智慧与力量 想象一下 你和朋友或同事发生了正直 你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事实证明你是错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发脾气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因为我们人都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 但是这种反应实际上是非常消耗精力和损害关系的 当你发脾气时 你实际上是在努力防御自己的自尊心 而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 此外 当你发脾气时 你可能会失去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如果你能冷静下来 接受自己的错误 你就有了改正错误和增进自我理解的机会 这可能是痛苦的 但这种痛苦却是我们成长的燃料 当我们发现自己是错的时 我们可以选择责怪他人 也可以选择责怪自己 但这两种选择都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 反而 如果我们能勇于面对错误 并从中学习 我们将能变得更加成熟 更有智慧 所以 如果你是错的 你没有资格去发脾气 这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被理解或被尊重 而是因为发脾气并不能改变你的错误 也不能让你从错误中学习 相反 如果你能勇于面对错误 并从中学习 你将能拥有一个更广大的视野 更深的理解 以及更丰富的人生 我们都会犯错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的错误 如何从中学习和成长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下次当你发现自己是错的 不要发脾气 而是冷静下来 勇于面对你的错误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这样 你将会发现你的错误 实际上是你前进的一个踏板 而不是一个障碍 脾气主宰人生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可惜大多数人没有想透彻 虽然脾气在我们生活中 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反应 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控制它 而不是让它主宰我们的人生 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 我们会发现 这句话背后的智慧其实相当深刻 脾气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 确实可能导致很多问题 它可以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 甚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 造成严重的影响 但是 如果我们能学会管理和引导我们的脾气 那么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力量 一种驱动我们向前的动力 这并不是要说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脾气无法无天 而是说 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和接受我们的脾气 并找出一种方法来利用它 而不是让它控制我们 这就像学会驾驭一匹烟马 而不是让它跑到四处都是 我们所有人都有脾气 有的人的脾气火爆 有的人的脾气闷骚 有些人的脾气可能像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瞬间是放出来然后就消散了 而有些人的脾气则像一个长时间的雷雨 慢慢的积累 然后一次性爆发出来 无论你的脾气是怎样的 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你的脾气是你的一部分 你不能完全排除它 但你可以学会控制它 引导它 让它成为你的力量 要达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脾气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脾气的来源 了解它的模式 了解它的出发点 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脾气 我们才能有效地控制它 而不是让它控制我们 然后我们需要学会适当地表达我们的脾气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随发脾气 而是说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 适当地表达我们的情绪 这可能需要我们学习一些新的沟通技巧 或者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 最后我们需要学会放下我们的脾气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会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 并专注于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 这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步 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我们的脾气 我们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脾气成为我们的力量 而不是我们的负担 所以脾气主宰人生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但可惜的是 大多数人并没有想透彻 他们或者被他们的脾气所控制 或者他们尝试压抑他们的脾气 而这两者都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 如果我们能学会控制并适当地使用我们的脾气 那么我们的人生将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加和谐 我们的工作效率会提高 我们的生活将会充满更多的快乐和满足 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理解 接受并掌握我们的脾气 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驱动力 而不是阻力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